好了今天给大家大家是一期实况了 没有字幕没有后期配音的啊 和以前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会做这期视频呢 是主要做给群友看的 最近有很多门星很多大佬啊 加我的群想要进入八人本 想要拿去运人 所以说我就做了这期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速通队的速通打法和文件打法是怎么样的 统一习惯 让群里的所有人都统一这种打法 这种打法呢 是我和兔子打了五十多次的八人本 对是我自己的号打了五十多次八人本 后来呢 我还带我的群友带我的朋友打了好多次 所以说这加起来肯定不止五十次了 所以说我就把这种习惯给传承下去 那么呢先给你们看点东西吧 首先排行榜 排行榜之前呢 这里有完成次数的排行榜 现在取消掉了 只有这种时间的排行榜 时间的排行榜的话 给你们看一下好友的 之前兔子他开了一车速通车打进了16分钟 那时候我在做视频 所以说我就没有参与了 这是微星 这是雪碧 这是诺博 这是兔子 这是亨特 这是布鲁斯 这是LR 这是土豆 然后还有GL 然后后面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自己 1049 然后CN MMD 星辰 茄子 安姐 GETA GETA 还有CN3 还有CN3 缺割 那么呢 之前我有做过类似的视频 然后我也有跟兔子和安姐说出这种八人本的教学吧 不过呢工程量还是太大 所以说我们就放弃了这种想法 因为我要做八人本教学视频 我要把很多镜头啊 每个人怎么打的 然后紧急进去 然后还要加字幕加配音 工程量实在是很大 然后我开换的时候有做过类似的攻略 但是呢那时候的打法和这时候的打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刚开换装备很差什么都玩的不好 现在呢成熟了就好多了 嗯 那么呢我这几个月从5月17号到现在也出过很多视频 包括八人本的攻略八人本的实况疏通打法 直到昨天的那种八人本入门门槛条件要求 你们可以看一下 关于八人本入门装配的话 可以去看我推荐的那五位UP组的视频 安姐兔子缺割雪碧卫星 他们都做得挺快挺好 说不定还挺多的 不用操作也不用操我的 因为我的装备并不是很好很极品 好像比安姐那种欧气还是差很多 那么呢我们就言归正状开始吧 然后这是八人本和这个人物互动 你可以重置八人本啊 每周重置一次 他也可以啊 他每周是默认自己重置一次的 你还可以手动重置的啊 他一般都是下午 星期四下午三点钟重置的 然后钥匙固定有四把 那么呢老师有可能还会再掉落一把 就五把钥匙 五把钥匙开一次箱子 当然这个钥匙是有几率掉落的 现在八人本有两种难度 一种是探索 一种是一般 只有两种 说不定以后会推出困难挑战英雄本 也说不定 那么和这个人互动 可以重置 可以前往前差点 我们就直接往前走吧 这里呢 我顺便交给你们蓝梅熊怎么打 之前我虽然有做过 不过这次我顺便就一起讲了吧 还有一些要点 一些习惯 在这里你要翻滚一次 因为会经历一次轰炸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个蓝梅熊 在这里再翻滚一次 还会有第二轰轰炸的 第二轰轰轰炸 我很少做实况的 因为我控制不好自己想要说什么 控制不好自己的语速 所以说直播的时候我也很少说话的 不过这次我有一些其他的项目 一些事情要做 所以说干脆就做实况的 没有时间在做后期配音的攻略的 在这里的话还有一种 还有个蓝梅熊 好了 这里呢 将有四个敌人的出生点 第一个出生点就是这个 这个黑色的墙后面 这里会跳下来叛者和敌人 然后第二个出生点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上面 还有这个门 第三个出生点呢 就是这个门 第四个出生点呢 就是这个 飞机下面 这个 卡车上面 第五个呢 就是最后最后 这里有直升机会降落下来 胖子和敌人的 打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老一了 我本来还想带强行封卧的 这样跑步 跑路会更快一点 不过也没差了 因为我都要边讲边说的 接下来这里面就是老一了 先给你们看蓝梅熊 这里是第一个蓝梅熊 这里是第二个蓝梅熊 然后第三个蓝梅熊 在后面 甜甜圈店 好 到了 那么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 敌人的出生点在哪里 第一个四十号登记口 第二个甜甜圈店 第三个汉堡店 第四个四十号 哦 四十四号 第五个四十三号 总共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出生点 你们要及时清小怪 那么先给你们讲 速冲打法 速冲打法的话 我们队伍里面 必备一个 就是八个人 八个人 必备一个王者手牌 一个先锋部队 我暂时身上的 那个先锋部队在小号 只能给你们看 王者手牌了 在这边 王者手牌 王者手牌 主要你用SVD 叠buff 就是 boss没出来之前 不是有一波小怪吗 一波小怪 你就尽情的叠buff 叠成王者手牌就行了 然后呢当boss出来之后 就慢慢的往后退 把他拉过来 拉过来 然后让他的背部暴露在机枪后面 然后和机枪前面 那么呢 机枪手就把他打趴下 打趴下之后 所有人掏出复仇女神 所有人掏出复仇女神 然后蓄力一击 当然也不用所有人了 就是 补伤害 一部分人清小怪 一部分人补伤害 把他打掉 一格血差不多 然后接下来 两三个大局 就一起复仇女神蓄力一击 然后就把他打超血 有可能 有机会一轮就可以把他打翻 如果不行的话就两轮 第二轮怎么做呢 就是他站起来的瞬间 他会反身过来扔一个enp 但是呢 假如有个玩家在他身边 他会触发他的进战 就是骗他进战 然后他会进战一次 然后机枪塔还可以继续把他打趴下 这就是第二轮了 然后就可以在同一个地方 就同一个地方 两次复仇女神 然后就把他给秒了 那么呢 这是速冲打法 稳健打法的话就不一样了 稳健的话 你们就不用这么 就不用这么瞎搞了 就普通的爆头火体啊 然后就行了 而且还要注意这个电脑怎么怎么 要互动哪一台 总共机枪塔有两个45和41 45和41 那么拉仇恨的人要学会怎么拉啊 也是和刚刚一样 这么往后退啊 记得打他胸口不让他回血 然后呢 当他打趴下了之后 急火 不用所有人急火 因为急火的话就没人清小怪了 就说要一部分人急火 一部分人清小怪就行了 那当他站起来怎么办 当他站起来了之后 拉仇恨的人继续往这里跑 跑到41前面啊 跑到41前面 然后时不时回头 记住 记住要打他的胸口 防止他回血 然后41的人呢 就急火把他给打趴下 打趴下 然后再急火打了个boss 这就两轮了嘛 45一轮 41一轮 然后这就两轮了 两轮了之后 这电脑就要提示互动了 ABCD怎么互动 这边 这里有字母 D 这里有A 所以说要语音 八个人都要语音 要及时报电脑 好 不然的话这个防御模块 它会升起来的 那么呢 这里再顺便一提 你刚开局的时候呢 你就在机枪塔的人 这边先打远了 再打近了 而且上枪塔的人 武器伤要高 因为这个清机枪 它是吃武器伤的 关于八人本的装配的话 我刚提过了 就学那几个up主的就行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打几轮 就可以把它给打趴下了 记住 要清小怪 及时清小怪 好的 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地点 然后这是走栏 这边呢 有个蓝莓雄 有个蓝莓雄 然后这里有一个房间 然后在这里 和这个电机互动 这个人先别互动 先一个人站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人站在这里 当这个电机 当这个发电机 电箱互动了之后 站在这里的人和这个互动 接下来这里就会降落一些无人机 无人机打掉之后 这个卷链门就开起来了 然后这边有个蓝莓雄 柜子后面有个蓝莓雄 然后这里有个箱子 箱子的话有第一把钥匙 所以说这就是八人本 四把钥匙 固定四把钥匙的其中一把 好的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前走 是老二的地方 老二的话这里有个蓝莓雄 在这个外面走到外面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好的 然后这里还有个蓝莓雄 这边有个蓝莓雄 这期视频我就口述 接下来我们八个人分为两对 一对A二对B 分对一再分对二再B 就一对A二对B 不用怎么讲 直接下去 无论速通还是稳定 都是这样的 然后下去 在这里的话 八人本的要求就是 八人本第二关的要求 就是你危害防护高 当然你速通对 你就不用在乎 危害防护了 伤害怎么高 怎么来 稳定打法的话 你就要危害防护高一点 就比如说我这一套LMG 给你们看一下数据 星期间套装 我达到了69%的重度抗性 然后可以防迅云 就是危害防护高 然后你血量低一点 没关系 只要危害防护高 你就可以扛毒扛炸 那么呢 接下来先给你们讲一下速通打法 怎么打 首先呢 这里有个三个控制面板 机头 机中 机尾 语音就这么说 然后对面也有一个人来互动 机头 来 321一起按 那么呢 在互动电脑的人 最好带一个所谓无人机 所谓无人机 然后呢 当Boss跳下来了之后呢 玩着手牌 还是和以前一样 打出 就他跳下来之前就开始打了 跌出弯牌 跌出弯牌之后呢 4个人 不对 是8个人 A A对 4个人 B对 4个人 8个人 同时激活 抱头 蹦 然后就一下子把它秒了 秒了之后 黄鼠兰就会出来 黄鼠兰 黄鼠兰跳下来之前 然后也是8个人激活 8个人 对 8个人复从旅程激活 就把它秒了 就这么简单 很快的 那么呢 稳健打法怎么打 稳健打法 这个 这个电脑嘛 你互动一次就会换一次毒 有两种毒 成毒和止毒 成毒的话 你伤害高 然后止 呃 但是你会去 然后止毒的话 你会掉血 你就会中毒 伤害同样也低了 别人打你不痛 你打别人也不痛 所以说最好 10成毒 10成毒换一次 10成毒怎么看 就是你看我这抬头显示器 就手雷 手雷子弹数量下面会显示那个中毒的数量 但他到10成的时候就换一次 或者说你干脆5秒换一次10秒换一次就好 然后 嗯 我还防护膏啊 激活 记得打上面的狙击手就行了 然后 当 黄手蓝跳下来了之后 有可能他会从A出来 有可能他会从B出来 如果从B出来的话 所有人8个人都到这边来 如果从A出来的话 所有人都到A这边来 然后第一次 哦对了 跟你们说 就是两个保镖嘛 就黄手蓝出现之前两个保镖 然后当两个保镖的血剩下一丝的时候 再互动一次电脑 就会卡读 就是有可能A有可能B是没有气体的啊 没有止气 没有尘气 什么气体都没有 就可以持续输出 就赶紧把那个boss给秒了就行了 大概就这样 注意止气的话 要找好原体不要死了 然后要怎么拉仇恨 我好像刚才也忘记说了 我对我忘记讲怎么拉仇恨了 拉仇恨你注意这个柱子看到没 这柱子如果保镖或者Boss看到你的时候 你就和他这么闹啊 他的那个粘弹打到这个墙上是不会炸的啊 他的榴弹打到这个墙上也是不会炸的 他说你就会和他在这里玩 转圈转圈转圈就行了 然后所有人都不要进这个房间 拉仇恨的人进这个房间就行了 其他人都在外面 外面亲小怪啊 打狙击手就行了 好的我们接下来 等等 蓝莓熊 独一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里有个蓝莓熊 然后那边有个蓝莓熊 实况的话我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讲的讲的声音就哑了 然后还会忘记讲什么东西 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搞定了 好的 接下来就是跑路了 好 我们上来 在这里有个蓝莓熊 然后接下来通过飞机翅膀 这里 这个跑图的路程实在是太漫长了 欲必故意增加这种跑图的路程 好的 我们接下来到这一边 这边有个挂式 这里 这里有个蓝莓熊 然后这边有个挂式 这里会提示互动的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一个挂式 那挂式叫什么 名字我忘了 也没关系了 然后接下来 这里有个蓝莓熊 它搞定了 它搞定了 来下来 继续往前走 这边有个蓝莓熊 然后接下来前面的救护车 有个蓝莓熊 我是做攻略的嘛 所以说我这些我都记得住 这里 哎呀 没子弹 尴尬 这里有个蓝莓熊 然后接下来这里有很多敌人 很多敌人无人机 很容易的 想办法快速清掉就行了 榴弹炸一炸就完事了 然后这边 蓝莓熊 这边蓝莓熊 我们速通的装备配置呢 和稳健的是一般的队伍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们就不用拿速通的装备 去打正常的队伍了 很容易翻车的 因为玩不好的话 这里还有个蓝莓熊 然后接下来这个实验室 你丢个索雷进去 注意是索雷扔进去 这个门就会炸开了 炸开之后 这里有个箱子 看到没 就可以开出第二把钥匙了 好 接下来这前面还有个蓝莓熊 这里还有个蓝莓熊 散在兔子后面 然后这里有三个蓝莓熊 看到没 预逼送我们的 送我们三个蓝莓熊 然后说明一题 你从这里出去 就赶紧跑 赶紧跑 强心蜂窝 什么都带上 然后就赶紧跑 跑到前面的电梯 注意不要死了 带个所谓无人机也好 这个电梯里面有一个箱子 第三把钥匙 那么当你跑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会下来两只胖子 还有一些小怪 要及时把它秒 这里第一波跌了 秒了之后呢 后面这个门 我再走近一点 对这个门 会出来双狗一胖 两只狗 一个胖子 然后清了清了之后 这上面还会出一个狙击手 两个狙击手吧 忘了多少个了 还有个金狗 对这里还会有个金狗的哦 然后清掉之后呢 就上来 上来之后 这里还有蓝莓熊的 在这边还有一个 我觉得我应该走这里 对你们看得到 好的继续往前走 前面就是Body和路西了 这里门开了 这会儿我可以打蓝莓熊 看到没 这里有只熊熊 这里还是熊熊 我觉得我的背景噪音很大 因为有风扇 不是风扇 是机箱的风扇 搞定了 那么呢 速通打法怎么打 速通打法 你们需要知道几个地方 第一 这里 就是路西扫射的时候 你站在这里是扫不到的 你还可以偷到他屁股 偷到路西或者Body的屁股 这边也可以 就是这种柱子 它可以偷 可以偷伤害 可以偷伤害 然后在他扫射的时候 在路西扫射的时候 你还可以打到他 那么速通怎么打 速通呢 当两只狗汇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掏出榴弹 就特化榴弹 特化武器 榴弹先把它炸掉两三个血 然后接下来掏出爆头套 就是狙击套 配全员用爆头套 或者说狙击套都可以 就SVD 使劲打他头 因为这些狗 它是真的会吃爆头上的 所以说就使命用爆头套 用SVD打呀 或者说你用迅速能都可以呀 然后就把两只狗当场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中间就两只狗一起按死 就行了 稳健打法就不要这么搞 很容易放车的 那么呢 稳健打法是怎么样的 五个人来霸底 三个人来露西 五个人就是刚开场的时候嘛 如果你拉不住仇恨怎么办 你就和这个电脑互动 互动电脑是为什么 互动电脑是为了拉仇恨 就是说你发现你仇恨拉不住的 赶紧过来互动电脑 那么呢 首先跟你们讲一下怎么打 首先两只狗 汇集在一起的时候 会犯一次滚雷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丢个榴 丢个手榴弹在这里 把那个八底的那个滚雷给炸掉 然后拉仇恨的人使命打他的狗眼 把它拉到这个房间 你可以采用吸血套 吸血套拿冲锋枪在这里 就在这里使命打他狗眼 就这么剃住他就这么剃 拉住仇恨 反正你也死不了 你吸血了嘛 对吧 然后其他人就注意打 那个每次八底回血的时候 八底趴下来的时候的滚雷 然后当他回血就会全身发绿光 然后回血超猛的 这个时候都要激活 把他的血量压下去 就两边同步嘛 两边同步 你血量不要超太多 超太多会超在 超在两只狗会回去的 会回去到中间的 就说要控制好血量就行了 八底很简单的 只要你输出够就行了 会剃就行了 那么呢 路西这里就有点尴尬了 路西这里你需要高危害防护的 就我刚刚跟你说的 就我刚跟你说的 危害防护要高啊 百分之六七十的危害防护 爆炸看性什么的 你可以在这里跟他玩转转圈圈 就是八底在啊 这个路西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和他这样 他的狙击枪虽然很准 但是他需要瞄准需要时间的 就说你边走边跟 等等 我这墙上是什么鬼 我副仇女神的零件 我副仇女神的那个瞄准 进在墙上面 有必要 好的 然后就这么跟他走 他是瞄不到你的 然后当他要趴下来 就是当 他其实是这样的 当八底啊 被打超血了之后 路西为了保护他 会犯一次扫射 扫射是秒杀的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腰射了 腰射的话 你也会被扫到的啊 对吧 然后当他要扫射的时候 你就喊一句 趴下 然后所有人都躲起来 躲好啊 八底那边是不用担心的 八底那边 是扫不到的 当然你也不要站在外面 站在外面 肯定会扫到的 就注意找好 眼底就行了 路西这里绝对要蹲下来 然后路西这里要注意 地板上他会放一些地雷 还有一些毒气 还有什么的 反正这个路西确实是 有点难 当然 你外防护高 走位烧就行了 三个人都可以 一个人拉出丑恨 其他两个人输出就行 八底很简单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 接下来去老四 这个对 这个辣妹熊打完了 这两个辣妹熊 这两个辣妹熊 好的 这边有个蓝妹熊 然后在这边也有个蓝妹熊 OK 然后这边还有个箱子 这是第四把钥匙 好的 接下来我们在这上面就要分好队伍了 一对在内圈 二对在外圈 一对内圈 二对外圈 然后下去 就你们自己打开社交嘛 这是一内 下面这是二内 三内 四内 一外 二外 三外 四外 哦 对了 你们看不到我的鼠标 我才意识到我刚刚展示的一些事情 你们看不到我的鼠标 好 我接下来之后 我们就轻一波敌人 轻敌人 然后这里 有这个蓝妹熊 然后最后一个蓝妹熊在前面 好的 这就是四个蓝妹熊了 就好了 那么呢 速通打法怎么打 先跟你们讲一下我们速通打法怎么打 首先呢 一定要有一个和之前样 一个王者 一个先锋 其他人都是抱头套 都是抱头套 那么呢 进内圈之后 充能啊 四个人进内圈 充能到百分百之后呢 然后王者手牌嘛 王者手牌也是占内圈的 就拿SVD 拿SVD打这个弱点 就可以跌buff 跌出王者手牌 跌出王者手牌之后呢 那个拿狙击枪的人就停货 嗯 我想想怎么说 啊 反正我们先把这个弱点打掉啊 然后扔个手雷进去 对 记得是普通手雷 这个震荡手雷 这个震荡手雷 扔手雷之后 这个板子就会升起来 对不对 板子升起来 然后这里有两个耳朵 左边一个耳朵 右边一个耳朵 然后把两个耳朵打掉之后 然后就会露出中间的核心 这个时候 两个特化大局 就两个人特化大局 然后掏出来 就蓄力一击 把它给秒了 然后就一下子下了二分之一血 这是怎么操作呢 我再说一遍 就是王者手牌 提前打出王者的buff 接下来有五发子弹 就是你接下来五发子弹 百分百伤害的 所以说当核心暴落之后呢 其他人就补点伤害 不要打操 因为他四分之一会所血一次 就是你打到差不多快四分之一的时候呢 两个特化大局 就你和你的 就比如说我在一内啊 和室内 我和一内室内 说三二一 然后两个特化大局打过去 就二分之一血就下了 下了之后呢 他会发射两次导弹 就翻滚 翻滚两次就行了 当然也要注意看胖子 注意看胖子 清掉胖子就好了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到二三 就充能到百分之百之后呢 来到这里 打落点 丢索雷 丢完索雷 然后打两个小落点 打完小落点之后 也是和刚刚一样 特化大局 两个人三二一 然后就两轮 两轮就把他给打下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稳定就不用这么打了 稳定的话 你四波也可以 五波也可以 六波也可以 好的 首先呢 基本的机制 我就不用讲了吧 你们应该大概都多多少少懂 一外占一个人 二外占一个人 一内一外是两个人一个队伍 室内四外两个人 一个队伍 就两个人一队嘛 一个内圈一个外圈 对不对 然后 门星车的话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会玩的放在内圈 不会玩的 丢在四外 丢在三外 因为你要 擋节奏 会玩的人就可以控制好节奏 什么时候进圈 什么时候打落点 然后打完落点之后 内圈的人就出来 打胖子 就是说如果你把门星放在内圈的话 有可能伤害不够 而且还会拖时间 然后有时候你打落点的时候 胖子就出现了 就控制不好 toming 就控制不好 节奏 那么呢 先给你们 接下来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四外吧 四外 敌人 对 我忘了跟你们讲出生点在哪里 就比如说四外吧 出生点 第一个字在脚底 怎么打呢 我还是把我的套装拿出来吧 四外怎么打 这里有敌人出来 这下面 这下面也会有敌人出来 几时清掉小怪 清掉小怪就没有了 然后接下来 他们内圈打落点的时候 这里会有无人机 就是这个板子会伸起来无人机 你扫一遍 无人机就过来了 然后你慢慢清掉 它飞到你旁边之后 你再慢慢清掉就行了 为了说你拿一发榴弹 直接炸就行了 特化大局榴弹炸就行了 然后你在这里 你可以补那个核心的 补伤害的 就是可以打 帮忙打核心就行了 然后记得 也可以帮忙照顾一下 照顾一下三号的敌人 照顾一下一号的敌人 然后帮忙清一下胖子 打一下胖子 角度很好的 四外的角度很好的 对不对 好了 出生点这边 这个门一个出生点 这个我们刚跳下来的地方也是一个出生点 然后意外的话出生点是这里 还有这边 看到没 所以说意外的话 当敌人跳下来的时候就赶紧打 跳下来就赶紧打 这里很多掩体的 可以勾着 很容易的 特别多掩体 可以让你勾着 然后每个发射台后面都有一个箱子 然后胖子出来的时候及时爆点位 哪里胖 一胖二胖三胖四胖 然后记得打就行了 两个人一起打 就是内圈外圈一起打 然后 二外和一外差不多 二外的掩体有点少 不过还好 然后 二外的敌人出生点在这里 这边 好 这边 然后三后敌人出生点也是两个 第一个在这个门 第二个在这个地方 这就几个 总共 我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敌人出生点 好 来内圈三二一进圈 进圈之后 手动开绑 如果你有弩 如果你有弩键的话 那就更好了 生存者的弩键 对了 刚刚速通打法 问了 跟你们讲 王牌和先锋都在同一个内圈 然后先锋部队的话 你要放EMP 就带上EMP脉冲 然后把那个无人机给打掉 啊 先锋 亲无人机 王者 叠buff 特化大局 打路点 更简单 我们习惯事件了 打掉这个板子之后 扔个手来进去 然后板子伸起来 来 内圈的来一四 先打掉一四的耳朵 左边一个耳朵 右边一个耳朵 打掉耳朵之后 清核心 清花核心之后 来翻滚两次 夺导弹 夺导弹之后 内圈的 也过来帮忙 清 呃 清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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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胖子 清王胖子 好的 胖子一清完 就马上 三二一再进圈 因为胖子 他是90秒 刷新一次 90秒刷新一次 就一分半的时间 然后继续 打核心 打落叶 打落点 再出来 再出来 清胖子 清王胖子 再进圈 打完一四之后 来二三 然后顺便一提 你们在外圈 可以帮忙 就是内圈 都在打前面一四的 弱点之后 三后外圈 三后外圈 可以在这里帮忙 输出 偷点 弱点 不用打掉 不用打掉 就偷点 弱点就行了 二外也可以 又偷一下弱点 所以说 当他下了二分之一 血之后 然后再来进圈 然后接下来 我们所有的内圈 都来后面打弱点 很快的 很轻松的 因为已经偷的差不多了 再点一下 就破了 破了之后 打核心 很快的 非常快 然后三后的话 也记得 亲无人机 亲敌人 亲无人机 三后的话 就勾好这个掩体 亲敌人 亲敌人 打无人机 然后顺便一提 二分之一 血之前 一次只出一个胖子 二分之一 血之后 一次出两个胖子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要加 激进尾声了 当你 就被野猪打掉之后 来这边打控制台 就是各就各位 回到各自的位置 比如说三内三位 来到这里打控制台 然后打完控制台之后 就过关了 很简单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 本期视频 我现在声音也快不行 我待会去泡杯咖啡吧 希望大家都看到这个地方吧 我现在是口述 口述怎么打 并不是那种 把以前玩的片段剪辑下来 再编配音 再后期配音 再加字幕的 那样工程量太大了 好了 那么呢 就这样了 嗯 关于老师的配置的话 装备配置的话 就正常火体 AR 拖击步枪 因为拖击步枪 打这个 哦 对了 忘了跟你们说一件事情 这个金贝野猪 它是吃暴击伤害 金铮和破甲伤的 所以说你吸血套打 这个弱点还是挺可以的 而且你也不用怕无人机 因为你可以不断的吸血 在这个距离刚好10米啊 打路一点 你可以不断的吸血 你是不会死的 吸血套现在不是很流行 因为现在爆头套崛起了 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在配爆头套 爆头套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种模板 三个甜命防御 两个阿拉拉丽 再加一个分离石 当然我这个属性并不是上号 所以说就不推荐给你们了 嗯 我还没刷到极品呢 好的 那么的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差不多30分钟吧 然后接下来我的时间 我就要带大家 带群里的小伙伴一起练习 把这个 呃 网法啊 习惯起来